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搜佳庭經常會討論和惡搞的主題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為什麼要搜佳庭 搜佳庭有什麼鬼? 最重要的是誰能搜佳庭? 搜佳庭出現在諸葛亮第一次北伐 而諸葛亮為何要堅持北伐呢? 就是他經常想修復中原地區 康府康室 之前我們說指五谷的屎橋 我們說了五條可以在漢中通向長安的路線 前兩條,一條是奇山道和陳倉道 相對來說是平路,但要兜遠路 而另外三條是山路 基本上是很難走的 一條是熬斜道 一條是落谷道 以及指五谷奇謀的指五谷道 這條奇山道其實是諸葛亮最喜歡的一條路 比較平坦,適合排兵布陣和運送糧草 而且還可以有空無事種種地 但缺點是很明顯 要兜最遠的路 要兜過巡嶺 而第二條道就是陳倉道 也是大路 容易用兵 但缺點是兩邊都是樹林 很容易遭受伏擊 當時劉邦偷偷地出關打項羽的時候 明修鑽道暗道陳倉道就是這裡 用了這麼多年 傻子都知道陳倉可以暗道 還有鬼人走嗎 第三條道就是鮑斜道 比較崎嶇,很難走 李伯也是親自認證 屬道難,難於上青天 就是這條路 第四條落谷道就是當年所有棧道 長安去漢中 這個方向最近 也是最險峻的一條 曹桑曾經走這條路 去攻打屬國 但因為在這條路中 中了屬軍的埋伏 所以大敗而歸 你會在這裏附人 其實人家都會在這裏附你 第五條是自已五谷道 就是在巡嶺的諸道裏面 這條路又險峻 但亦是比較冷滿的一條路 後來楊貴妃最喜歡吃的荔枝 就是在這條路上送出來 上面說到的紫五谷奇謀 藝然那個也是說這條路 在公元228年 諸葛亮又要北伐 跟藝然想的不一樣 諸葛亮比較喜歡穩打穩紮的道路 就是這個龍右路線 就是走這個奇山道 但諸葛亮首先派了趙雲 鄧芝 裝模作樣走這個鋪斜道去打長安 怎料藝國果然中計 然後派了大量的曹君 即是曹珍 去微縣去遇敵 而諸葛亮其實是親率主力走這個奇山道 將魏國的主力全部攔截在微縣 在這個時刻劉備已經死了四年 所以蘇國也專心在家裡 搞經濟 在賺錢 什麼東西都沒有搞的 所以魏國當時以為蘇國已經大勢已去 所以魏國對關龍一帶的防守 隨便找傢伙去看就算了 怎料諸葛亮竟然親率大軍攻過來 而且好像猛虎下山一樣 氣勢迫人 天水南安安定三郡 直接跪下 投降 魏國也在這個時候才知道 諸葛亮的主力其實是在奇山那邊 這時刻魏國朝野震動 皇帝曹亮竟然親自坐陣長安 亦都在荆州調回大將軍 張葛直撲龍右 諸葛亮大軍來到龍西城下 但奈何龍西城牆很堅固 守軍也不肯出來 唯一可以攻陷他的方式 就是攔截西邊過來的魏軍 而斷絕龍西的糧道 讓牟利沒有食物 關中來到龍西 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是龍山道 這條路是比較大條的 就像中山大道 黃埔大道 另外一條是陳倉衛水道 是條細路 就是駕車很憎逃的 一兩車道的路 而這個時刻 諸葛亮的主力 就在陳倉衛水道 和郭懷對峙 張葛的援軍 就想快速地支援龍右 唯一的辦法 只可以走龍山道 而佳庭的位置 就是龍山道的關鍵點 魏軍如果要增援 一定要走的一個據點 即是必經之路 所以如果屬軍 可以攔截魏軍的話 諸葛亮就可以集中兵力 去打龍西 簡單來說 大家都在爭取時間 大家都在看哪個快手 究竟是張葛的支援快 還是諸葛亮的圍攻龍西快 面對著魏國的援軍 來勢兇兇 究竟要派哪個人 去對決張葛 就是一個難題 當時大家都認為 應該派魏賢 或者派吳義 這些經驗豐富的人 去守佳庭 魏賢其實是留給陰點的戰將 而吳義是當時的國寇 但看起來 其實兩個人 都是一些實戰經驗 比較豐富的老將 但是諸葛亮 誰都沒有選擇 就是用了他的外將 跟他同一個派系 而且相當之朋友 又年輕又帥 又沒有經驗的 馬叔 馬叔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也熟讀兵書 諸葛亮很喜歡他 兩個人經常談兵法 談到深夜 亦師亦友 好像父子一樣 在臨行之前 諸葛亮 再三叮嘱說 佳庭這個位置非常之重要 如果失去佳庭 北伐就會失敗 亦特別指示 要在靠山近水的地方摘營 但馬叔去到佳庭之後 他沒有按照諸葛亮的指示 衣山磅水地捕捉兵力 而是將大軍 拉到遠離水源的佳庭山上 而當時的副將王平再三勸阻 亦無保於是 只可以眼白白地看著大軍走上山 張吉率領了五萬的騎兵 在洛陽出發 二十多天走了七百多公里 便到佳庭 見到馬叔 傻傻地 竟然不在水邊摘營 上了山 趕快斷水斷電 很快馬叔被圍困於佳庭山上 之後還放火燒山 屬軍又渴又餓 見到周圍都放火 軍心大亂 張吉也是城勢進攻 屬軍大敗 失去前線屏障和先鋒部隊 張吉的五萬騎兵來勢兵 而魏國的援兵 亦是遠遠不絕地趕過來 無奈 諸葛亮只可以撤兵 馬叔 亦因此 沒有了頭 其實 這麼多次北伐 最有機會成功的就是這一次 亦以 佳庭失守告終 這件事就是佳庭失守的來龍去脈 回頭看看幾個問題 第一 馬叔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根據馬叔的經驗 其實諸葛亮不是要馬叔去擊敗張吉 因為事實上 沒有記載到馬叔有多少兵馬 但根據估計 當時只有五千到一萬的步兵 而張吉 根據魏書的記載 有五萬的騎兵 所以諸葛亮根本沒有想要馬叔去擊敗張吉 而是守著就贏了 但是 馬叔竟然沒有聽阿承上說要依城而守 而是駐軍上山 他本來想借著可以在高地 可以打一場居高臨下的防守反擊 但誰知道 人家一開球就幫你斷水斷電 所以最後也是慘敗收場 你可能會問馬叔不可以守佳亭 那誰可以守佳亭呢 我們可以站在諸葛亮的角度去考慮一下這件事 之前不是說魏賢和吳亦都在主力裡打龍西 而趙雲和鄧芝 在牽制曹真的主力 而姜維剛剛才投降 所以他不會用佳亭 而在佳亭表現出眾的王平 他亦是一個行將 而且不識字 學力又比較低 而諸葛亮亦都親率主力去攻擊旗山 所以不是說他因為派系 所以選馬叔 而是不能選馬叔 但其實 王平才是守佳亭的最好的選擇 當時王平的官衛是一個衙門將軍 即是負責防禦的將領 在佳亭大敗後 其實馬叔就逃走了 只有王平率領千多人明金擊鼓 令到張葛以為有警滾 有狡猾 所以不敢追擊 之後的第四次北伐 張葛又對決王平 王平亦令到張葛武功而反 所以簡直是張葛專屬的克制角色 諸葛亮死後 在二四四年魏國的大將軍曹爽 率領十萬大軍攻擊漢中 王平的手下只有三萬人都不夠 眾將亦驚慌失措 即使是姜維 亦認為要守城 但王平不理 要利用漢中的崎嶽地形 去阻止魏君 魏君亦被擋在興世山 亦付出了傷亡慘重的代價 所以王平把他的技能放在防禦上 雖然他不識字 但如果當時佳廷要守 讓王平去守 絕對比馬叔更加適合 而張葛 張葛是五子梁將之一 不只致勇相傳 而且戰鬥力亦相當之強 在王根之亂開始 已有他的出現 之後亦轉頭曹操 然後曹操一路南征北土 佳廷之戰後 他又率領五萬的騎兵 過來攻打 即是你面對張葛 一個這麼勁抽的人 誰去守佳廷 都很難 張葛這類 這麼厲害的武將 你不要說馬叔 就算找藝賢 都未必能打贏他 而王平 這麼多次都可以抵擋張葛的進攻 所以有可能 用王平 可能真的可以抵擋張葛 但是沒有辦法 歷史的東西 沒有辦法改變 如果你有興趣玩三國志 你就試一下 用王平去打張葛 看看是否可以打贏 好了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陳老師 得閒無事 講講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